好 那底下這一題啊 其實呢跟隔壁的 跟我們上次算這個 用那個VLUGA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呢 客戶名稱 跟客戶代號 都在上面這邊 所以呢是用這個參照表去查 所以產品名稱 那就是用這一個 用這個參照表來查 所以呢單價也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基本上啊 那麼都跟上次做的一樣 那我就把客戶名稱做一次就好了 產品名稱就交給各位 單價都是用這個來查就可以 來我把客戶名稱做一次給各位看 點到這一格 我們到Edge Loop Up 所以各位未來呢 你們在做的時候一定要先看參照表 假設檔案不是你們做的 是別人做給你們的 你呢一定要先看一下參照表是長什麼形式 你再來決定是用VLoop Up 還是現在這個的HLoop Up 都要看清楚 好來第一欄就是我們的客戶代號點進來 第二欄點一下呢 就是把我們的參照表的範圍點進來 好把他選進來 記得要把他鎖起來 好了以後第三欄點一下呢 給他2 為什麼2呢 客戶名稱在我們的參照表裡面 上面算下來是第二列 所以給他2 好了同學第四欄是0還是1呢 對是0哈 像這種要找什麼資料的 不是數字 也不是金額的 也不是業績的 通通啊 基本上都是0比較多 因為呢一定要找到一模一樣的編號才行 好按確定 OK了 在右下角點兩下 就通通都出來了 好那麼剩下來的產品名稱 單價金額就交給各位了哈 來交給你了 這個呢 跟我們的Vlookup其實都一樣 差別在於因為參照表的方向不同 我們要找的函數就不一樣了哈